南韓直升机加紧巡逻 因为北韩在26号上午派出 5架无人机飞越南韩领空 其中一架甚至直逼首尔北方 南韩军方确认 北韩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越 金浦和波州间的汉江水域 之后飞到首尔北面上空 另外四架则在江华岛西侧盘旋 疑似想分散南韩注意 南韩报道还说 北韩无人机至少在南韩上空飞行了7小时 南韩甚至出动攻击直升机 发射100多发机炮 也打不下北韩无人机 2014年 波州에서 발견된 北韩无人机 카메라에 청와대 전경 사진이 나와 충격을 주기도 했습니다 2014年南韩也遭北韩无人机骚扰 这次的大小与当年款式极为相近 据了解 北韩至少持有300到1000架的无人机 若装有致命武器 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南韩拿北韩无人机没折 也引来网友骂声连连 有民众反酸 既经济和外交后 连国家安全都受威胁 甚至嘲讽竟然涉及100多发 还是狙击失败 什么理由都有 更有网友写 恐怕不止无人机 以后可能连ICBM社来 一样喝酒躺着睡 事实上北韩派出无人机骚扰前 南韩镇桥在上礼拜公布 使用卫星拍摄的平壤空拍照 怀疑北韩市心声不满才展开暴富 只是这回北韩无人机 一路闯到首尔附近 外界担心无人机 恐怕已成功拍摄龙山区的 南韩总统办公室做资料搜集 TV新闻 众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